好爱起地球更应该从生活中做起 马来西亚的巴生中路环保站 有一群环保志工 其中有两位还是中风的病友 透过做环保不但当成是附届 这股环保风潮也影响到了身边的人 一拐一拐走进巴生中路环保站 很难想象傅明强当初是不情愿来到这里 他一开始来的时候 因为中风脑方面会比较慢一点 杂质 黑白纸都缠在一起 所以慢慢救他 而且他在厕所的时候 他也不想劳烦别人 他会自己拖 结果会碰到整个厕所 所以我们的师兄也是 就很慈悲地会替他处理 因为有爱 负名强 中风后的岁月不再留白 环保站也成了他的另类附建中心 好终于走 一天没来 他都说爱 爱可以忙 以前来不能走 现在他自己会走去 变小病吃饭 改变很多 同样是中风病友 张玉兰的左眼曾经睁不开 当初来环保站 他以为被儿子抛弃到了老人院 我越想越气 越想越流略 我看到他就 在那边不敢哭出声 更用心陪他 然后就陪他聊聊 坐在他的对面 跟他一起分类在坐 结果要回去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明天他要不要来 他就跟我讲 如果你载我 我就来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就去载他 当他要上车的时候 我看到他眼睛 他眼皮整个开气 所以他就开始很有信心 每天也是很情意做 善的涟漪不断扩散 中路环保站吸引更多年长的环保志工 前来活络筋骨 这里也成了他们欢喜相聚的家 大新闻 七晚静灵志友 马来西亚报道